还有尽数确认关押民众的人身安全状况 提供必要的协助 争取这些民众尽数返台 那对于目前还有在肯雅的五名国人 那政府要透过相关机关 透过多重的管道 分别和肯雅、陆方要积极交涉协调 要求这五名国人要由我方带回 那对于陆委会的政策立场 要表明的是 对于大陆外交部近日记者会的内容 将全案导向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方绝不接受 本会再次强调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有完整的司法管辖权 我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所主张的两岸关系定位 绝不会因为大陆单方面的主张而有所改变 陆方也应该积极证实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 那大陆也应该珍惜这七年多来 两岸互动的一个成果 那已经建立的官方联系管道 双方更应持续透过这个联系的机制的基础 继续沟通协调 朝向两岸良性互动 然后保障民众权益福祉的方向来共同努力 那这个案子的发生当然非常遗憾 不过这个案子对于两岸在共打协议基础下的成效 实在不容因为单一的个案完全抹杀 那事实上在共打协议签署之后 诈骗案件的案件发生数和受害经合数都有明显的降低 透过这个协议执行的强化 有效遏止了过去诈骗集团嚣张的气焰 是以这个部分我们还需要再继续来加强努力 使协议的执行更有成效 那政府绝对会把维护国人权益放在第一要位 本会将持续协请相关机关 对陆方提出要求 就被带往陆方的国人应该立即由我方带回 那依据共打协议的基础最先前提要件是要进行通报 那后续的探视 我方将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 而且积极和陆方沟通 本会后续将会会通法务部刑事警察局等相关机关 派员附入了解具体案情 并积极陆方展开沟通 务必尽数将45名国人送回我方依法审理 报告完毕 敬请指教 好 谢谢 补充介绍 到场的委员 有游美丽委员 周春明委员 还有我们许舒华委员 接着我们请外交部 请西亚级非洲司司长陈俊玄 报告 好 OK 书面报告列入记录 接着我们请司法院 副秘书长张琼文副秘书长报告 请请请请请请请自订阅 接著我們請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陳家昌代表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院各位委員 平常對我們本署及收取業務的支持與指導 今天僅就一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附註協議 要求將坑雅案人員移交我國及司法處理情形 有關於本署的權責事項簡要報告如下 原來是分兩大點 第一大點是案情災訴 我想這部分是不是可以省略 請接下來翻開第三頁 本署的因應作為 第一本署在接獲我們駐外的警察聯絡官 緩映本案相關的情形之後 立即洽請陸方聯繫窗口查證相關的案情 並依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附註協議 向我方進行限制人身自由通報的規定 分別在4月10號跟12號 含請大陸公安部確認該八人遭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 大陸公安部在4月11號也回報我們 就是說該八人因涉嫌詐騙罪遭刑事 居由於北京市公安局海定看守所內 那本署接獲上情之後 馬上把相關的狀況 這個通報法務部陸委會等相關單位 並且在4月12號立即派員 將上開資訊轉支該八人的在台家屬 第三點 我們會加強要求駐外警察聯絡官 對國人遭外國政府逮捕拘禁或者拒絕入出境的案件 務必通報並依大使的主派 全力執行協查收證及緊急關懷與救助 第四點 我們會持續依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附助協議聯繫機制 協助行政院陸委會及華務部 全力來積極交涉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事與指教 謝謝 已經都各單位都報告完畢 現在進行尋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 8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 均不再延長 上午10時截止發言登記 我們接下來請第一位登記的委員 柯建民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歷史官員 請保護部部長 柯委員好 我先請教一個問題 昨天有兩個委員會有開會 討論有關於橫雅這個事件 你們都沒有出席 你們本來今天是不想來的是不是 我今天因為行政院要審查人民團體法 這是法務部提出的草案 有很重大的修正 而且有相當多的爭議 所以我擔心那邊討論的時候 我不在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充分表達一些 我想行政院院會討論這個法案 有機會再討論 今天這個 今天審查通過就定案 那還 當然這個 他有一定程序 我想聯法部有委員會 會去發表意見 你昨天用這個理由 想要逃避 逃避這個來施法法制委員會 我想整個國家在看待這個時候 看待這個事件時候 你的態度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是毫無回避 但是終於看到 你能夠來這件好事 不要諷刺就是說 我記得今年2月份審完不久 審完不久的時候 你有來向我們 跟我談局 你要到大陸訪問 找曹建民等等 那整個 那時候去談說 就要談司法付出 對我們是 談些基本原則的事情 當初你去的時候 當然我們新政府 有點 對這個事情到底有什麼態度 後來 當然 因為是要討論司法付出 所以我們基本上 也沒有任何阻礙 阻礙你去 諷中的行為 我現在想要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那時候去的時候 當然談司法付出 知道這個案子嗎 不知道 那報紙寫的 現在的消息都很凌亂 所以我昨天 因為報紙寫說 你本來就知道 我昨天嚴正駁斥 這是無中生有 根本沒有這回事 而且也不可能 因為我們跟肯亞完全沒有邦交 我跟肯亞沒有 至少大陸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說你們在談司法付出 也因為會 既然談司法付出 會談到很多兩岸詐騙 電信詐騙 這個案子是 過去是常常有了嘛 沒有特別提到 你有沒有談到 談到有關於電信詐騙的問題 沒有 主要重點是放在台灣 在大陸受刑的人的假釋 緩刑 保外就醫等等這些問題 還有我們的經濟要犯 遣返的問題 沒有特別談到這個電信詐欺這件事 電信詐欺這個事情 難道你去的時候 沒有準備說 應該會噴起這個問題嗎 我們不知道他有這個事情 像這種案子在過去 是一個很大的犯罪行為 其實兩岸共同打擊電信詐欺 確實已經辦了很多大案 也使得台灣過去 在兩岸共打協定之前 一年的損失180幾億 降到30幾億 其實這個成效也是很嚴重 我們一樣一樣來釐清 那實際上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 本案雖然是一個 國際電信詐騙的案子 但是在520以前 我們最近看到台灣 中國和甘比亞建交的問題 又肯亞事件 這是一個高度的政治 這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事實上兩岸的關係會發生很大衝突 尤其你們負責司法輔助 在這個時候 我特別典型就是說 所有的發言 假如你是說 包括管理安全問題 到底你有沒有 新的時候有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要馬上及時的博士以及回應 否則任期一燒 這整對國人的感覺是非常差的 這個是高度敏感 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處理好 勢必到520以後 尤其520的時候 兩岸的政治會變成什麼樣 這個是一個重大的起點 我們處理這些事其實比較是從司法的角度 就像我去大陸 所以說從司法角度 到底有沒有管轄前 問題也答了一下說沒有一下說有 管轄前是都有 到底是有沒有 我們兩邊都有 我們一直是這麼說 從來沒說台灣沒有管轄前 這以前報紙都沒有管轄前 報上很多就登的不死 不死 為什麼沒有馬上駁斥 有啊 我昨天就對媒體駁斥 我今天你們的動作都太慢了 現在我要談就是說 這整個戰略集團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有花花端 有機能設備在什麼地方 有花花端 有縮花端 有費款途徑 那縮害人 加害人 等等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牽涉到三四個國家以上 尤其我們在這個地方 對於司法感染前 當然有進行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在說 這個牽涉到高度正是以外 國際關係以及司法輔助 當然包括國際人權 包括我們對於國人的保護 程序正義的處理上面 所以 這不是一個很單純的說 是刑法到底第七條的問題 這是一個 總體必須來看待 國際上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從這些角度面向 因為牽涉一定是跨國了 而且不可能這個 有可能只有三個 至少三個國家 四個國家以上了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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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管轄的金額問題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應該依照國際的通力 以這個 能夠把這個案件辦好 辦妥的 所以你到目前我們去談的時候 你過去長期談的司法付出 我們本來就應該把它引渡回來 每一件案件的情況不一樣 兩岸司法付出是這樣 你的人你帶走 我的人我帶回來 以後再來協商 不一定這樣 因為這樣有時候辦不出案件來 目前這個案子我們應該採取這樣的立場 不一定這樣 每一件事情我們要個別來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們才要派人去 我和你現在完全了解的程度都沒有 我們現在要派人過去了解 你現在還要派人過去了解 那反正到目前都沒有任何資訊嗎 之前沒有任何資料我們如何去處理 所以說這個案子是坦白講說 你任部長以後 這一個案子是最重要 那你現在 我現在看你現在 我們一問三不知 根本毫不都沒有那個作為啊 我們已經已經準備要派人過去了 你只準備要派人過去了 你能保證短期內我們能過去嗎 我們是 你現在你認為 報告委員 在最近時刻裡面 我們什麼時候 包括陳文綺議事長在愛 什麼時候能夠過去 要求我保證大陸方的一些作為 是不公平的事 我如何保證別人的決定 所以我們要跨國部位聯合 趕快來處理至少派人過去這個作為上面 妳的保護度什麼樣 我們已經配合啦 我們人都準備好 我們行李都包裝好了 隨時可以動身 那你認為什麼時候能成行啊 只要 路委會這邊一通知我們馬上就動身 我想今天大家都在談這個案子 我在這裡要談一點就是說 這是高度正式 在介紹520以後 兩岸今天的關係 所以在這整個作為上 我想沒有一個人 對於法務部這樣前後解釋矛盾 以及管轄的問題上面 我們完全沒有矛盾 一再變來變去 我們沒有變 妳的大副市長說沒有管轄權 沒有他沒講這個話 那報紙就寫了這麼多 媒體就登兩種版本 一個他說兩邊有管轄權 妳要即時開記錄 把很多事情澄清否則一直燒下來 只有大家對政府不滿 這對政府不滿的結果就是將來 沒有辦法為媒體的不同的 甚至不時的報導負責 我不是叫妳說不時報導負責 也應該即時誠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只想管轄的問題 這絕對沒有所謂排拉性 國際上的慣例都是 絕對有管轄權 所以這部分我們先確定 至於後續的行為上面 我想法務部 在這段時間以來 所表現的消極以及 包括你說你三月過去 連這個案子都沒有談 我是覺得你白癡的 那因為我怎麼談這個案件 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談 你們在整個司法庫 那你們談什麼 談引渡啊 談這些 就是台積周期人的一些權利保障 中間這個案子絕對是一個重手 還有台商權利的保障 談了很多 但是具體個案就是沒有談這一件 那另外一個 當然有人談到 我不認為啦 我不認為就是說 我們新法上必須修啦 你認為要修嗎 院長已經指示我們研究 我其實想說我們修 小時候主張修情法會漏路 漏路就是說因為法律 我們法律不足 所以我們沒有管轄 就管轄前會有爭議的問題 以及兩岸的另一條 以及司法服務部本來就夠了 至於以後修的事 那是以後的問題 我想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應該很堅定的一個立場 好這個話漏路說要修法 好像我們法律事實上有問題 這個這個要很非常深重好不好 這個委員的意見我們尊重 好 好 謝謝 接著請段儀 對不起 林德福委員 謝謝 謝謝 請 羅部長還有宇慧哥聯席首長 是不是請那個羅部長還有那個陳司長